天网回会书而搏入 今天的故事来自焦修匿名的网友 说的是他爸爸从警期间遇到的一起 非常离奇的案子 为了方便讲述我们叫网友的爸爸强哥 80年代的时候强哥二十出头 从警校毕业之后 分到了老家一个三线城市的公安局里 那个时候很多警察都是半路出家 没有证人把警上过警校 所以强哥这种科班出身的 在局里待了几年 很快就混了个队长 那么有一天晚上 同办公室的另外一名队长 叫他A队长 这个A队呢五十多岁了 有老婆有孩子 那天本来该A队长职业班的 因为家里有事 所以呢和强哥调了一个班 调班那天晚上啊 大概是夜里一两点钟 这个强哥呢 趴在办公桌上正在打瞌睡 突然来了一个女生问他 A队长在不在 这个强哥抬头一看 这个女生啊很年轻 一袭长发散在脸的两边低了头 只能看清小半张脸 站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 当时呢走廊没有开灯 这比较黑 那强哥呢就跟他说 A队长现在不在 那个女生呢就低着头也不说话 强哥又是难心的问了一句 如果你有急事的话 可以找我说 我姓张 今天是我负责职业班 那个女生还是不说话 强哥呢就想 也许是有什么话 只能和A队长说 就告诉他 如果你想找老一的话 明天白天再来 他白天一天都在局里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不安全 早点回去 那个女生听完之后啊 转身就走了 这个强哥一想 一个年轻女生 凌晨这个时间点 跑到警察局里找A队长 就很不正常 于是呢就起身出门 亲眼看着那个女生下楼了 才放心 随后 鬼办公室里继续大瞌睡 那么睡着睡着啊 楼下的值班大爷 老黄就上来了 问强哥 刚刚有没有一个女的上来 强哥点点头 然后这个老黄又问 说那个女的什么时候走的 强哥就说啊 两个人只说了几句话 那个女的就下楼了 应该早就走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老黄在北京的很着急 说到等到现在 那个女的都没有出警察局的大门 这一下呢 强哥就有点慌了啊 当时他的办公室 在二楼楼梯口 旁边呢 还有一个值班的办公室 里面有几个职业班的 在戈壁打扑克 于是呢 他就马上叫戈壁打扑克的人 出来找人 毕竟呢 这个局里呢 有很多中央的文件和器械 万一丢了 那是个大问题 然后呢 老黄就描述了一下 那个女生的身高 和穿的衣服 那群职业班的警察啊 就去找人了 那就在等他们的时候 这个老黄呢 突然看着强哥对面 把那个工位 也就是A队展的办公桌 他这个玻璃下面啊 压着一张 女性受害者的照片 他就说了 我感觉这个女的 和刚刚来的那个女的 有点像 强哥的工位 和A队展的工位 是两张桌子 拼在一起的 一人一张 桌上呢 都夹得有玻璃 两个人平时办公呢 是面对面的 经老黄这么一说 这个强哥呢 就起身去对面 看照片 然后呢 就跟老黄讲啊 你大半夜的 可不要吓人 但这个老黄 就指那个照片 你仔细看看这一块 确实有点像 但强哥呢 当时是刚睡醒 而且那个女的呢 就一直站在阴影里 也没有太看清楚 这位老黄呢 只能作罢 这个时候 内军找人的警察 也回来了 说很仔细地找过了 没有人在局里 然后强哥呢 说没有人就行 那大家各回各位了啊 但是他还是不放心 自己又亲自 在局里检查了一下 确实是没有人 那经过这么一折腾 他也没有愧意了 回办公室后 到A队长的桌上啊 仔细地看了看 老黄说的那张 受害者的照片 就突然间感觉 那个受害者的照片 确实和刚刚来的 那个女生 露出的小半张脸 有一点点像 然后这个强哥呢 对去散了 A队桌上的 那个卷宗 翻到了这个 受害者的案子 打开一看 就看见 现场照片上 受害者穿的衣服 和刚来的那个女生 一模一样 这一下呢 把强哥给吓得够呛 连忙啊 就拿这个卷宗 再去找老黄辨认 老黄看完之后 脸色一下就不好了 确实是一样的衣服 都是一件 黄色的连衣裙 但这个老黄呢 他毕竟年纪比较大 在警局里啊 看了很多年的大门了 比强哥要稳一些 他就讲说啊 不要慌 也不要说出去 说不定啊 只不过是衣服一样 咱不能自己吓自己 看看明天 他还来不来 但因为这个时候 吓得这个强哥啊 当晚就跑到戈壁 打扑克的房间 睡了觉 结果好脚不巧 第二天晚上 又是强哥值夜班 头一天呢 是换班 第二天呢 是轮到他夜班 那么因为头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强哥呢 一晚上是没敢打瞌睡 一直在看书 打合卷宗 那么看到凌晨两点左右 那个女的又来了 来了就问 A队在吗 强哥当时啊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但是呢 他毕竟是一个 警校毕业的 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于是冷定了一下 问那个女生 你是不是 哪个案子的知情人 想来提供线索 还是说 你想报警 那个女生呢 就隔了大概 十几秒钟 说了一句 某某某不是自杀的 这里的某某某 是受害人的性命 那强哥呢 因为头天晚上的事啊 第二天白天 是特意打听了 A队的这个案子的进展 A队说呢 准备已自杀结案 因为调查官现场呢 是没有踏刷痕迹的 然后走访完 这个女的身边的朋友 和同事 都说他最近状态 不太好 经济上有困难 有明显的自杀动机 那么恒年那边呢 也没有异议 这个A队长呢 正准备这两天 收一下尾 没有问题的话呢 就已自杀结案了 好 那强哥听女生 都没一说 去台头问他 你怎么知道 不是自杀的 那个女生呢 又停了十几秒 说了啊 他不是自杀的 不能就这么结案了 强哥这个时候 心情就很复杂了 因为这个案子 并没有对外公开进度 包括死者的家属 这个女生 怎么会知道 准备以自杀结案呢 强哥是越想越害怕 他脑子里呢 一片混乱 就想赶紧把他送走 就告诉这个女生 我明天会告诉A队长 你刚刚反映的情况 不行的话 我来接这个案子 你明天白天有空 来做个笔录 然后那个女生回来一句 我白天有事 来不了 谢谢你 同时呢 给强哥拘了一躬 转身下楼了 强哥立马站起来 跟过去啊 看着他下楼 等他下楼 已就十秒钟之后 强哥也跟着跑下楼 那么就一楼到二楼 一层楼的距离 院子也很小 然而追下去之后 他没有看见任何人 老黄也说呢 只看见强哥下来了 这个时候啊 强哥才真的慌了 就跟老黄说了 刚刚那个女生 告诉他的话 结果老黄怎么说呢 哼 本来不想吓你的 但是今天 我很认真地看了 看他的侧脸 确实和那个受害者很像 他说的话 你明天一定要告诉老A 要不然啊 他估计晚上还得来 这个时候强哥 其实有点怀疑人生啊 在院子里呢 和老黄连抽了几根烟 才上个楼 然后又去到隔壁 人多的房间啊 看了很久 那个受害者的卷宗 天亮的时候 才睡来一会儿 那到了第三天上班的时候 强哥呢 就和A队 悄悄说了前两天晚上的情况 然后呢 跟A队长就提议 要不然让他来接这个案子 A队长听完之后呢 吓得立马就把这个案子 交给了强哥 当然强哥接受案子之后呢 这个细节 并没有和他的女儿 比如咱们的投稿网友详说 他只是说了一下 他在和他男朋友一起租的房子里 是他男朋友抱的警 这个强哥后来呢 就走访了受害者身边的人 情况和A队长说的差不多 都说那个受害者啊 财务上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大家都反映他 那段时间呢 就情绪确实很低落 确实有自杀动机 现场呢 也没有闯过痕迹 邻居也反映 没有异常情况 可以说啊 除了受害者的父母 其他人都觉得 那个女生是自杀 但是为了他父母 如果受害者不是自杀的话 觉得谁会是凶手 有没有可能 他女儿同居的男朋友 是凶手 他父母怎么说呢 就不知道凶手是谁 但是他男朋友 肯定不会是凶手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父母都觉得啊 他女儿的男朋友 就特别特别的好 怎么怎么优秀 而且呢 是高学历 两个人感情 如何如何的好 二老呢 多么多么的满意 还觉得说强哥 如果找不出凶手的话 也别再当别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他们坚持 他们的女儿是不会自杀的 然后强哥呢 记得最清楚的 就是那个受害者的男朋友啊 两次口供 前后一致 逻辑通顺 并且表现也没有异常 彬彬有礼 很斯文 跟强哥一起调查的警察 私底下也委婉的 就跟强哥表达 说这个自杀者的亲属呢 大多是不接受 自己的孩子会自杀的 还说这个案子很明显啊 那就是自杀 不知道强哥为什么 非要往他杀的方向去考虑 这个强哥当时呢 也算是有苦说不出了 你总不能说 是当事人自己亲口说的 不如自杀吧 那个年代呢 也不像现在啊 到处逗天王 而且呢 这个受害者的脖子上的雷痕呢 也只有一条 并且呢 这个雷痕是符合上吊的痕迹的 要件也没有异常 那段时间呢 强哥基本上是白天黑夜 都在那个出租屋里徘徊 晃悠啊 调查 最后呢 是真的被他 在衣柜的顶上 找到了半枚 受害者男友的指纹 而且是近期的 非常的新 那么强哥呢 就研究了一下那个指纹 房间的布局 以及上架的位置 推测 很可能 是他把受害人挂上去的时候 不小心 不赖一下 然后这个强哥就根据这个发现啊 审讯了那个男朋友 最后呢 他终于是招供了 人确实是他杀的 原因是两个人之间啊 发生了很激烈的矛盾 已经持续几个月了 但这个受害者呢 并没有告诉父母和身边的人 导致大家都以为 他们的感情很好 那破了这个案子之后 强哥心里呢 才算踏实下来 不过呢 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啊 在往后的几十年里 强哥一直秉持着 如履薄冰的态度犯案 逼来报少工 那么在这里呢 我还是那句话啊 天网回贵 数日不漏 莫身手 身手 必被抓